可不可以请农委会的副主委林务局的李局长 还有主计处的这个处长全部一起来好不好 延民会的下副主委 好 来 各位请到的都一起上 公务员你好 你好 我看到今天这个专案报告 我真的要非常佩服我们的主席啊 今天列了这三个议题 这三个议题是我们现在林务局啊 甚至于延民会水保局的一个问题 我在这边要追究两个行政责任 第一个是有关那个国有地变更为非公用财产的土地 林务局你们在没有这个智慧延民会的状况之下 然后报到行政院是能够变更 但是后来呢 我们立法院几位委员召开记者会 反对林务局建卖国有土地 那现在呢你们又说回来要检讨 根据我们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的决议 要重新召开跨部会的协商来检讨 当时你们这样先掌后奏 现在你们又推翻成命 那我觉得林务局你在这个整个方面啊 林务局要负很大的一个责任 一个行政院的政策 不管你做什么样的决策 但是因为他违反我们整个高山原住民的权益 你后来呢 在环保团体召开记者会 然后在延民会不知情的状况之下 然后呢立法院经济委员会的决议 你们收回成命 难道这样的一个决策 这么样的草率 能够不负责任吗 副主委 这应不应该负责任 这个事情我们要检讨 您讲的对 我们要检讨 一定要检讨 特别是林务局啊 我在这里不能讲说 你们是一个专制单位啊 从那个跟延民会的协调 延民会的协调 你几乎都不把延民会看在眼里嘛 从野生动物保育法 你们总共召开12次的协调会 野生动物保育法 这办法你们说 一记啊 这个原住民传统记忆 啊 可以适度的开放 原住民采取 野生动物保育的管理办法 光这个办法到现在为止 公告了没有 局长 我们跟延民会已经协商了11次 那现在条文 11次协商 几年了 4年5年了 我从上一届讲到现在 你们跟林务局 延民会的增结 协商的问题在哪里 就是对于总类的部门认定 还有部落会议 能不能够来申请 那现在都已经取得共识了 所以我们现在已经进入法规委员一次了 现在第二次我们提出去 就马上就可以来公布 现在基本上都没有问题 我看是你们林务局啊 根本不想跟延民会协商 绝对不是这样子 我们绝对尊重原住民族的权利 明天我本席啊 行政院长的总质询 我会以你们林务局为主 你们现在问题很多 太多了 你们跟延民会不 不尊重延民会的意见 延民会也无从表达意见 我一定会尊重延民会的意见 那为了这个副表 你说那个野生动物保育法副表 你们现在拖了几年了 拖了几年 公告了没有 到现在为止 我们原住民族基本法 有保障原住民可以散散打猎的 为了要什么打耳机 为了传统技艺 可是你们这个公告一直不出来 林班警察照抓 照抓 然后呢 我们我们要什么 打耳机圣诞节 不农族的要要这个 这个都是原住民族基本法 有适度开放 适度这个让我们去 你们到现在为止 原住民族基本法定了几年 你们这个办法都 执法都还定不出来 造成很多原住民的猎人 都不能散散打猎 被抓 被罚钱 所以我说这个就是基本上 就反映出了 林武吉是一个非常满横的一个单位 不管是国有 国有国有土地 非公用土地这个部分 你们自己先斩后奏 搞到最后 面对了环保团体 面对了立法院的经济委会决议 你们收回成命 还要再开跨部会的协商 这个等于是打了你们行政院一个耳光 你们应该要负这个行政责任 应该要负这个行政责任 谁要检讨 罗委会要检讨啊 局长你也要检讨啊 对不对 第二个 我们今天有谈到 这个造林补助金 局长你给我讲清楚 我们造林补助 你说从60万编列到95万 本席在这个经济委员会 从我上任七年来 我跟检委员 我们都在谈 要提高原住民的一个造林补助金 特别是921之后 我们原住民也知道说 不能烂肯烂法 必须要在自己的土地上 我们来配合政府的政策 节能减碳 永续生态 我们来配合政府造林 但是问题是我们才从50万提升到60万 现在从60万提高到95万 但是被经济会否决了 等于也是打了你们 林武局一个耳光 违反了我们立法院 所有委员的一个决议 所以我明天我要追究 经济会的一个责任 根本就忽视了 我们高山地区子民 为了配合政府的一个 随土保持 永续的一个家园 我们愿意配合政府来造林 但是你给我们的造林补助金 一年六二十年60万 一公顷三万块 虽然你第一年到第几年 是有钱多一点 但是到后面是两万块 那我要问 你现在增加的这个议算 60万到95万 到底是补助原住民的 还是补助那个 后面那几年 两万块变成一万块 65万到95万 它是不管它是身份怎么样子 它都是第一年提高10万 第二年到第五年 我知道你这个60万到95万 是针对原住民的吗 还是全民造林的部分 还是造林服役的部分 你要讲清楚 就是一体试用都是奖励辅导造林办法里面所规范的对象 通通一体试用的 全部都是60万到95万 对对 但是大部分地区原住民的造林地是比较多的 好 那今天会反对 因为他说财源不足 上一次本席就跟这个各位讲过了 财源不足可以从哪里找呢 两个方向 第一个 礼物发展及造林基金编列15.371元 上礼拜我们本委员会审查 可以不可以调整 你把这个钱用少一点在什么森林游乐区 森林田路经营 用少一点在那里嘛 你那个是一个经营的一个单位 你把这个议算的比重 弄多一点在全民的造林跟原住民的奖励辅导造林这个部分 所以三次本席不是有这样建议吗 你15.37亿 你用在奖励辅导造林 只有3.49亿 但是你用在森林游乐区的管理经营 5亿多 那你弄你弄阿里山游乐区干嘛 你弄阿万大森林游乐区干嘛 你们在山地乡赚钱 我一直讲说我们森林游乐区在阿里山的森林游乐区阿 阿万大的森林游乐区阿 阿里山乡的原住民没去过 仁爱乡的原住民也没去过 都是招待那些外面的官客 你把这个森林游乐区的这个经费呀 弄少一点 把那个造林全面造林的经费弄多一点嘛 这是一个问题 第二个建议的方向 是从那个国土计划 国土计划基金里面 因为我们国土计划法 现在我们内政委会要审查 国土计划基金里面呢 如果我们这边钱不够 从国土计划的基金 来帮全国的乡亲 前面造林的 奖励辅导造林的 把他们的奖励的金额一定要比照平地的造林 要不然你二十公顷六十万 平均来讲一公顷三万块钱 你这样来造林之后 这个林木你又不能处分 你要怎么样怎么样养家活口 这个就是本席再一次的跟林务局跟农委会讲 我想来想去 我想说从能研法或是从什么 后来我发现温室气体减量法 碳交易 那个可能也是一个方式啊 原住民来造林 我不种水果了 我要靠什么 靠什么养家 碳交易也是一种方式嘛 所以我说 这个从能研法里面 所以现在等于是有三个方向了 本席这几年啊 一直在想说怎么样提高 全面的原住民的造林跟平地的造林 现在平地造林 修根补助 一公顷 二十年两百四十万 原住民才六十万 四倍 差四倍 那我们要帮全部的原住民来想这个问题嘛 三种方向 三种方向 本席再一次啊 在这个经济委员会提出来 你们一定要想办法解决嘛 主委 副主委 你不能说金建会反对 金建会知道民间疾苦吗 金建会只有管两岸的经济 只有管的什么国家的什么重大建设工程 所以我一直跟那个金建会的主委讲 你一定要下乡 真的要了解我们 在偏远地区的 不管是原住民还是什么什么样的需要 你金建会 财源不足 就不编了 对不对 所以这个是不是应该要跟金建会反应啊 谢谢啊 空委员 谢谢你提出三个的财源 三个财源嘛 三个财源的方向 因为啊 这个我觉得这个论述很好 因为近期的话 我们造林基金 然后将来国土计划的基金 就长远来看将来的 还有这个温室气体减料法 那个碳交易的 对 碳交易我们前面造林 配合政府的政策造林 你碳交易这个钱 要怎么样回馈给我们 对 上游地区嘛 对 我觉得这很好 我们来调整 我们再来向金建会 把这些论述跟财源 我们向他们再提出来 好 我们会做 所以本席在这里苦口婆心啊 真的我觉得林务局啊 你真的要发挥 发挥你的一个协调的专长 多跟我们颜民会这边来协调吧 好不好 我一定造委员的政策 我跟颜民会 其实 导致非常好的关系 我会跟他随时的来起意 那个主席长 我刚才谈了三种方向啊 这个是本席这几年来啊 研究我们原住民 怎么样奖励 提升他的一个造林奖励金 你一公顷 一年三万块钱 你叫我们原住民怎么过 再加上我们又是莫拉克灾期 雪上加霜 更应该要照顾我们这些 偏远地区的 莫拉克灾区的 这些我们原住民 那个乡亲嘛 不一定是原住民嘛 对不对 我觉得这三种方向啊 你不能让一国两制 平地造林 前面造林是一公顷 两百四十万 原住民才六十万 二十年耶 这个会造成 大家难怪会觉得说 我们这个贫富差距那么大 好 好 谢谢